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的 我这次也不是请你们来怨恋我们的 不是的 我只是说 现在同学们的神地啊 到了现在啊 已经是非常的虚弱了 你们都已经绝世了 现在就是第九天到七天 第九天到七天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个居然是时间长了啊 这个神地会找成将来难以 不伤的 是什么 这个 又生命了我一下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唯一的啊 最重要的啊就是赶快结束这个决事 赶快结束决事 这个我也知道 你们这个决事啊 是要达到你们 政府党 把你们所提的问题 是满意的答复 不要急啊 不要急啊 但是我觉得啊 要满意的答复 我们这个啊 这个对话的渠道啊 还是传统的 有些问题 有一些问题 他还是需要一个果能 才能解决 有一些比如你们说 提到的性质这类的问题 这难过来啊 我觉得终究可以解决 终究我们可以取得一直的看法 但是什么事情你们也知道 情况都是很复杂的 需要拥有过程 你们不能够在已经绝世六天到七天 现在还是要坚持这一条 一顶大刀 满意了才 才听着绝世 但是那个时候就完了 没有发布上啊 你们很年轻啊 同学们啊 很年轻 来自房长 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 看到我们通过 世界死亡的那一天 你们不像我们 我们都去老了 无所谓,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啊,把你们培养赋予上大学,不用一样。 现在十九岁,十八岁,二十几岁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子把生命牺牲掉啊。 稍微理直地想一想啊,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对话的,今天就是说,能不能理直一些,你们想一想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严重的情况。 你们都知道,现在当个国家非常作急,整个社会可以说有心不分,整个北京都在议论你们这个事情。 你前面还把手拉起来,都手拉起来,你们把同学都把手拉起来。 另外你们也知道,北京的情况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这个城市啊,又是首都啊,各方面现在这个严重的情况,一天一天再增加。 同志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 但是这个事情发展下去,不能够控制。 造成各方面的影响啊,你看,交通,运输,工作,这个是谈兵的,等等。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这个话吧也发了,发了,发了。 终止就是这么一个嫌疑。 你们听这个觉是,中国政府绝不会就这样子,就把对话那么关起来了,绝不会。 你们说提起那些问题,我们大家可以继续讨论。 事实上不管怎么样讲吧,这样满是满来一些了, 事实上现在一些问题啊,还在逐步的接近吧。 还在逐步的接近吧。 我今天就说这一些,还终于看望一下同志们,另外说一说我的心情。 希望这个同志们,愣进来想一想这个问题。 愣进来想一想。 还有这个,主治这个厥师的同志们,愣进来想一想。 这个事情不是,这个事情可不是,在立志,不立志的情况,很难想清楚这个事啊。 大家这么一股级的年轻人啊,我们都从年轻人过来过。 我们要有国险,我们要有国险,我们要有国险。 我也知道当时那种情况。 没有想活都怎么样。 但是死后一想啊。 这些你们要,要拥静来想一想今后的事。 现在已经六天了,七天了。 真正要够八天,九天,四天吗? 我说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 你们就是为了要等这一天,等会答的你们慢一这一天。 你们就结束了。 谢谢总组。 就是靠帮大家。 谢谢。 谢谢你 一共一群 是 你擋,你擋,你擋不在那 陈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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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武欣老师 陈武欣老师 看下边的乌鞋 陈武欣大师 陈武欣大师 到天安门广场 看望学生的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 国务院秘书长罗干 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绝食请愿已进入第七天 很多同学身体已极度虚弱 昨天夜里和今天清晨不断有绝食昏倒的学生 被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